我們今天的主題就介紹一下 我們的系列的資料庫有哪一些包含電子書的部分 那XCOL是一個專門製作資料庫的公司 那我們的公司名稱叫XCOL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個印象 那我們是一個綠色的企業 那在我們的總部這裡 我們是總部在波士頓這裡 那園區當中的一個角落的建築就是這一棟一樓式餐廳 那因為是綠色企業 所以我們屋頂都有裝設碳能板 那也提供電動車 那你供出差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我們第一個主題是這個電子書 電子書對大家其實都很熟悉 XCOL電子書它是會具不同出版社的內容 我們公司的角色是一個集成商 我們不是單一個出版社 所以在XCOL的平台當中 你查找到的不管是書 檢看報告都是來自於不同的這個 學術的出版社 那這個電子書呢 在我們的平台上可以跟XCOL的其他的資料 一起做一個搜索 那也可以單獨查找 那電子書的部分 我們有收入五十幾萬冊的書 那主書館目前可以用的話 好像就是微數也不少 那這是我們總共的書籍 那書籍的主題的話 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按照不同的類別 來做一個瀏覽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感興趣的主題 或者是看有沒有新增的書 但是這一次 就是這個書都是超級前產購的 所以非常非常最新的書 那我們的電子書一般都是在這個 就是瀏覽器上使用 那一般大家不會在電腦前面看完一本書 是因為英文書太多太厚了 所以我們提供這個行動載具的下載 那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 看我們所使用的行動載具 如果我們是使用這個平板的話 那就安裝一個叫Blue Fire的閱讀器 那如果是一般的電腦 筆電桌上型電腦 就安裝一個Adobe Digital Edition 選擇的軟體 那就可以把書下載下來 那下載的話都需要額外安裝軟體 如果大家覺得不方便的話 也可以保存這個電子書 其中一部分的頁數的PDF檔也是可以的 那這是電子書的 就是在線上的閱讀 這是下載的畫面的截圖 整本書兩百多頁都可以保存 那可能只能下載一定的時間數 一鍵的天數 那這是在手機上做一個閱讀的畫面 那我們支援不同廠牌的手機 或者是平板 只要是使用安卓的 或者是iOS系統的都可以 那這是電子書的部分 就是比較好理解 就是書的電子版 那資料庫的話呢 如果是ETCO資料庫 或者是圖書館所 網絡上所提到的這些資料庫 它原本其實也都是圖書館架上的 這些書籍跟期刊跟報告 像我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大部分的資料都是紙本的 要找期刊要找書 就是如果想找就可以閱讀了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這些書籍的出版社 它都有自己的網站 所以我們如果要使用這些 出版社出版的書籍 直直的內容 反而相對上 還要去出版社的網站 去查它的期刊 或者是報告 或者是書籍 所以書籍化的時代 資料會比較多 但是就是要熟悉不同的 網頁的內容 所以租書館才會安排 一系列的這個課程 那我們一般都是透過網路 就可以使用 那中間這個是我們比較常見的Logo 那我們其實有超過300多種的資料庫 租書館可以使用 大約是十幾種左右 還有各式的電子書 有聲書等等 那今天跟大家比較相關的 就是幾個資料庫 我把它挑到我們有訂購的 那第一個的話 是一個叫BSP 就是跟商學有關的 這個資料庫的話 就是以商學為 有一組的資料庫 我看一下有個ASP 如果有任何 我訂到ASP 沒問題 那這個商學的資料庫的話呢 我們所訂購的是 這一個空方左手邊的 那這個BSP的話 它是跟商學有關的 各式的期刊報告書籍 還有就是各式的國家報告等等的內容 都收入在這個BSP這個資料庫當中 那在這個BSP當中呢 它主要就提供商學的研究 所以我們剛剛也知道 如果是科技官員的同學 跟金融查找某一間公司的報告 那可以在這個BSP當中的 SWART分析當中 去搜索某一間公司的特定的報告 或者是一些就是企業的謊談等等 都會在BSP當中 那當然一般的學術期刊也有 那另外的收入的內容 比較細的看的話 就是說它有包含不同的出版社 那因為大家都不是跟商學相關的 所以我這邊的話 就提幾個重點就好 就不一一提一下這個資料庫 它到底收入了哪些詳細的內容 這樣大家會就是太多的訊息 那如果是關期刊的部分 就是那些報告如果都省略的話 那跟期刊有關的 比如說跟Mountain有關的 行銷有關的期刊 在這個BSP也都有收入 那可以看到前幾名的期刊 跟Acamp Business相關的 我們有前五名都有收入 有提供全文 那這部分的話要跟大家提一個 那資料庫的一個狀況 就是Expo資料庫呢 有些的期刊是有極其的全文的 它會標註None Fargo 那有些期刊像第三本 它有標註黃色 然後有說明這個 這本期刊是有滯後的 那我們提供全文 這種有滯後的狀況的話 就是這本期刊如果是之後一年 就代表從今天往前推 這近一年內的期刊的全文 我們沒辦法取得 只能看到戰藥 一年以前的話可以看到全文 那這是因為不坦克出版社 他們在簽約的時候 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這些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網站 在銷售上的電子期刊 所以他們有時候 在跟我們的資料庫簽約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保留 那我們也可以把每一個出版社 都談成是極其的期刊 但是相對這個資料庫的金額 就變得非常的高 那主管也難負擔 所以這個是一個平衡後的做法 我們的期刊當中 有些是有收入就是極其的全文 有些是會有像這樣子 字後的狀況 所以這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資料庫它是來自於不同的 HCO資料庫是來自於不同的出版社 或是匯聚不同的出版社的期刊 那另外的部分 在這個資料庫當中 還有除了學術性的期刊之外 一般商業性的雜誌 每個都有 像這個碳雜誌 或者是商業週刊 或者是毫保商業評論等等 我們都有提供 所以如果需要做一些 這方面的自學的話也可以 那這個是BSP的部分 那ASP的話呢 這個資料庫的話 它我沒有放在頭的電像 那這個資料庫我們也可以用 它可以使用四千多種的期刊的選文 那這個ASP的話 是我們就是在座的幾位同學 可能會用得到比較多的這個資料庫 因為它是一個綜合學科的 那這個四千多種期刊的話 就涵蓋了不同的學科 那接下來是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資料庫透過自我型手機的使用方式 第一種是APP的下載 那APP的下載很麻煩 要去使用它 那我們介紹的是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透過自我型的手機的這個 所以說瀏覽器的方式來做一個使用 我們提供一個行動版的頁面 那如果同學今天在校園內 那請大家登入學校的Wi-Fi 然後再連結到我們的資料庫 先連結到圖書館再連到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就可以提供一個行動版頁面 那針對我們的資料庫就可以勾選做查詢 所以在校園內很方便 那如果在校園外的話 就透過圖書館的這個 就是提供的這個三號密碼 那我們可以登入之後 就等於在校園外也可以 所以這個手機版的使用是比較方便的 只要把我們的網址寄下來 連結到圖書館 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我們的資料庫 那我們有一個針對手機的這個 比較簡潔的畫面 就全文也都可以開啟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就是APP 跟我們的行動版頁面的部分 那這個是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的資料庫會提供一些全文的連結 包含我們自己沒有的全文 但是圖書館另外有訂購的全文 我們也都會幫大家做一個串接 那接著是跟大家再說明我們的資料庫 在搜尋的史之前 就是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就是只用資料庫 就是一般大家會習慣用Google 去搜尋你要找的文章 那這跟資料庫的差別在哪裡 那如果大家習慣使用Google的話 那你也會發現在Google 或者是Google學術當中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學術文章 而且可以連結到不同的資料庫 包括Exco都可以 那只是Exco的資料庫的內容 是比較完整的 跟一般的資料庫一樣 因為在Google就只能用關鍵字 不斷的篩選不斷的用替換 不同的關鍵字 但資料庫的話它可以提供 不同的主題的方式的搜索 設定不同的提醒的通知 或者是可以找到的資料是比較 就是權威一切的 因為在Google上找到的資料 一般如果連結到全文 那如果圖書館沒有訂購的話 還是需要付費的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 就是圖書館付了一次性的費用 那主要都是學術期刊為主 所以搜尋的時候 寫論文的話 這個對大家來說會比較有幫助 那我們之前也遇到一個 就是提供到那個台大的前官長 他是一個資工系的老師 那我們就聽過他的一次演講的時候 他有提到他的學生 就是研究生提交論文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論文引用的一篇文獻 他覺得那個數據怪怪的 後來就去查他的原始文獻 就是他有附引用的資料 後來發現那個引用的連結 就是他找出來的資料的那個文章 他不是一個真的學術文章 是一個造假的文章 就是東聽其湊 然後放到網路上給人家 下載的那一種二錯句的文章 所以在網路搜尋的時候 有時候很容易看得到 相關的全文 但不見得是 就是有真的經過學術出版程序的 那資料庫的內容 一般都是學術期刊 這些期刊在出版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流程 那有些是同彩評鑑的期刊 那在審核的時候 還會有不同領域的專家 去審核這個文章的內容 所以在資料庫的搜索 跟在Google的搜索 還是會有一定的差異 那資料庫的搜索呢 還提供一些比較細的功能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鎖音點的功能 可以搜索需要搜索的這個字詞 他可以更正我們的關鍵字 開展我們的搜尋 那等一下我們有時間會跟大家提一下 那另外的部分 大家可能都上過讀書館 或者是不同廠商的介紹 應該都有提過這個布林邏輯嗎 有嗎 那這個布林邏輯就請大家 就是像OR就是請大家多使用OR OR就是或的意思 任一個都可以 那等一下我們搜尋的時候 來跟大家提一下 因為布林邏輯在搜尋的時候 都是很必備的 而且支援所有的資料庫跟Google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外國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也會有其他幾個 是支援的符號 像信號 就是節字詞的功能 比如說經濟Inami這個字 如果我們打上ECONOMIC 這個字但過關鍵字做搜尋 或者是輸入Inami這個字做搜尋 找到資料比數都不同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把所有的變化型都找齊的話 就可以再有變化型的第一個字 加上信號 像這個ECONOM信號 把這個當成關鍵字丟進去做搜尋 就可以把後面的所有的變化型都一次造起 所以這個是信號的部分 那另外引號的部分也建議大家使用 大家受到Google的影響 也常會在搜尋的時候 關鍵字帶向引號 那引號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可以做這個字詞的一個綁定 像全球暖化這個字 如果你溜進去Google做搜尋 你會發現前幾筆 這兩個字都是連在一起的 後面幾筆這兩個字是拆開的 那這兩個字如果拆開就沒有全球暖化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們搜尋的時候 就是希望這兩個字是連在一起 綁定在一起的 那你可以加上引號 那這個是引號的用途 在Google的話中英文都可以加上引號 那在我們資料庫的話基本上是只能查找英文的文章 所以這個引號的話就會特別有效果 有加引號跟沒有加引號 找到的資料比數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是跟大家在搜尋之前提一下 那我們今天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同學提一下我們的操作方式 那首先的話呢就是同學如果要進來我們的資料庫 就請在圖書館的首頁這邊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ASP跟BSP這樣的一個縮型 那ASP是我們剛剛提到有4000多種全文的 所以等一下呢請同學點擊這個連結 那在圖書館的網頁當中點ASP之後 首先他會要求大家登入一個帳號密碼 這個帳號密碼如果在校園內的話 同學直接按GAST使用登入就可以 那如果同學在校外的話 登入你的學號你的密碼 你就等同是在校內 你也可以在校外使用EXCO的資料庫 或者是圖書館訂購的其他的資料庫 那我是GAST 所以點擊這個GAST之後呢 就可以看得到我們的資料庫的使用的畫面 這個是ASP的資料庫 你有兩點ASP 那這個使用畫面的話 目前進來的是進階檢索 那大家有用過EXCO的資料庫嗎 有 一會有用過 那我們就 默認值一般都是進階檢索 但是我們提供一個基本檢索 就是欄位比較少只剩一個 那我們公司有做過使用者的研究 國外的大學生 其實一般都是用基本檢索 拿上幾個簡單的關鍵字 所以就看大家的使用習慣 可以切換進階或基本檢索 那這個畫面因為大部分是第一次用 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下這個平台的一些功能 首先是語言 它可以自由的切換不同的語言 那默認只是中文 所以常常會有同學就在這邊打上中文做搜索 那是找不到資料的 因為它是英文的資料庫 只是介面設成語言中文比較方便 那另外我們提供一個資料夾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個資料夾提供一個線上的空間 保存大概所找到的文章、電子書等等 那我們等一下請同學做的第一個練習 就是為自己建立一個自己專屬的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的帳號為什麼要建立專屬的 因為如果我把文章添加進來之後 網頁如果關了這個資料都會被請扣 所以它是一個暫時的資料夾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個帳號的話 你每次進來SCO 然後登入自己的資料夾 你就可以看到你在這個平台上保存的文章 設定的提醒等等 那這個資料夾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就是資料夾的帳號密碼 今天如果你離開學校了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帳號密碼 登入SCO資料夾來做使用 那剛好提到圖書館點擊這個連結 會要求大家輸入學號 那個指的是就是認證 然後你可以使用圖書館所訂購的 這一些的資料庫 那如果是透過SCO帳號密碼的話 就只能使用SCO自家的資料庫 那我們提供行動版的頁面 所以如果同學們註冊自己的資料夾 那個帳號可以把它寄下來 這樣你離開學校之後 只要你手機可以上網 點到SCO 那登入這個帳號密碼 你就可以在校外使用SCO的資料庫 消息是90天 那點登入的話這邊會要求大家 輸入使用者名稱跟密碼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 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帳號 而且這邊的帳號 跟我們學校的系統沒有做連結 所以請大家要先點這個建立新帳戶 然後把這個表格填寫完畢 填寫完只要按了儲存變更 就馬上開通你自己專屬的資料夾 那其中填寫的部分 幾個重點是姓名 隨便填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人會去審問你的資料 最重要就是使用者名稱跟密碼 是之後登入要用的 或者是你離開學校的時候 登入要用的 所以這個使用者名稱跟密碼 請大家就是用你記得起來的 甚至用你的學號都可以 這樣你這樣會有一致性 那每個都是立體的欄位 填完之後呢 按照就變更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登入的時候 就是進來資料庫的時候 先跟大家提一下這個登入 那請大家進來EBSCO之後 點登入 然後點建立新戰戶 那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登入不是登入EBSCO的資料庫 是登入自己的資料夾 因為大家現在可以看得到這個畫面 就代表你已經可以使用了 那如果你就是在校外的話 它才會出現一個 這個Lobby的產業場號 那我把畫面呢 還給大家 那可以簡單做個資料夾的建立 那接下來我們再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可以使用的功能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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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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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